文章来源 穆希说 天不造人上之人 但人可以造 就读于中国顶级中的顶级中学 大一就能开保时捷 去顶级券商实习 下了班就去打高尔夫球 不经意间泄露了三家IPO公司的商业秘密 关于中信箭头的实习生事件 调子已经定下了 大量关于这件事的谣传已然消失 此外 该体育生也发布澄清 说网传关于其家人的消息为假 自己的爸爸已经退休了 并也恳请大家给予谅解 恳请这两个字过于严重了 公开资料显示 超叔叔生于58年 是北京方府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证监会法律部处长 稽查议局局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法规司处长 清华大学硕士生导师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目前确实已经退休了 只是这个超叔叔 是不是他的退休父亲 咱也不敢问 而少爷也很清楚 我们没有谅解他的资格 他也不需要公众的谅解 只需要做个姿态 剩下的自然有人来帮他收拾残局 溜须拍马的人在坚守自盗 区域逢营的人在挖公信力的墙角 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大议题面前 少爷直接一套五连边 打得金融体系手足无措 打得金融民工头皮发麻 金融业不是算出来的 是打出来的 是拼搏出来的 这一拼 拼出了不低于二本分数线的65%上985 拼出了十点打卡 下午高二夫 晚上羽毛球的轻松工作 拼出了三家IPO企业 连夜改方案 拼出了大批金融人 对程序合规的在学习 所以说 没有不好的环境 只有不拼搏的人 金融家无数 谁也挡不住 所以大哀要多多反思 为什么自己常年在三千点徘徊 那么拼搏的金融人 怎么还在实习岗 早该转正了吗 抖音 小红书这些平台也要褒奖褒奖 因为他们总是能让 不思进取的吃瓜群众 看到这些倒转天纲的人生 正能量拉满 张雪峰过去告诫家长考生 家庭一般的孩子 不要学金融 尤其是女孩子 除非豁得出去 这是纯纯的抹黑 没有背景的体育特长生 都可以干金融 其他人家的孩子 怎么就不能干金融 成绩过线 符合程序 没有内幕 投行聘用 公开公正 实力上位 保时相车 合法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浮在海面上的努力 往往只是一脚 深刻的探讨 也不再具有意义 不懂事的人才会嘲讽与否定 懂事的人已经回家找爷爷倾诉 爷爷 爷爷 我也想去中信箭头 不懂事的人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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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